CODM全武器攻略 第三期步枪篇 永远的第一巨浪 武器有点 伤害和射速是巨浪可玩的核心 第二段射程内全身4枪死 搭配较高的射速 近距离对枪碾压大部分步枪 武器缺点 第二段射程仅有20米20米距离后基本全身5枪死 裸枪吃射程增幅收益较低 枪管选择虚看个人 配件推荐搭配 中程枪管owc骷髅枪托owc战术极光 特战兵前奥把大型骷髅弹夹 配件搭配永远不是石板鞋固定的 那么接下来讲讲每一个配件的作用 以及如何根据个人习惯去更改推荐 中程枪管缩了20%的射程增幅 虽然会减少12%的距禁时间 但影响很小 这里20%的射程增幅 实际四枪岛距离只增加了4米 所以带中程枪管和快速反应枪管看个人 这里可能会有人认为中程枪管带来的20%子弹速度加的是射速 但是实际上它加的是子弹在空中的飞行速度 实战作用并不大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同时开火 带不带中程枪管射速都是一样的 owc骷髅枪托是为了增加巨浪的机动性 这个配件带来的负增仪较低 不建议更换其他配件 owc在数激光可以获得不错的矩晶时间减少和矩晶子弹散步减少 唯一的缺点是矩晶石激光会暴露位置 如若不喜欢激光可更换为颗粒握把皮 特战兵前握把可以减少大部分垂直合作力 实用性比其他握把高 我建议更换 除非个人比较依赖某些增幅可自行更换 大型控制弹夹是为了增加巨浪续航 主弹夹容量可提升至35发 快速弹夹这个不用说 测速配件 spp15发弹夹单点还是能玩的 如果想玩单点 我这里有一套不错的配件 具体配件作用我就不介绍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满配与裸枪的实现对比图 配件搭配总结 居然个人认为定位为近距离步枪 不推荐过于叠加上程 收益并不理想 正常情况下中程枪管已经够用 配件均可自由发挥 好了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 可以给社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觉得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提出 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